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音箱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思诚 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剪这个窗花 还有做这个灯笼 所以说今天我先来尝试一下 先给大家打个样示范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工作设想 我们们都准备了很多道具 儿童手工春节趣味剪纸 和小朋友一起过新年 为什么是儿童手工 好今天我这个小朋友 就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剪纸 懂小朋友我觉得 你看它很丰富 先试试看啊 剪得不好 不要缩我 因为我其实有好久没有在家里过五年了 但今年也是肯定可以在家里过年的 我们一般在家里的话 都会去拜访亲戚 是年份 看春晚 还会发红包 哎呀小的时候都是我接受别人的红包 现在我都要给别人发红包了 这也不饶人呢 我小时候的红包啊 是交给我父母去保管 然后我父母会说 哎呀我给你困一下 那个困到银行 人家没有利息 因为来一年之后 你才给他逗 然后小的时候就 比较傻傻的嘛 就全都交给父母 反正到现在也没有给我 我估计利息应该存在挺多了 现在好不容易可以红包回我管了 到我给大家发红包的时候 因为我家是温州嘛 温州的话 其实它有个习俗 必须得有鱼 中国它有个成语叫年年有鱼嘛 温州就是对于鱼这一块的讲究 是非常讲究的 就是你这个黄鱼越大 就代表这家就是越阔绰 所以温州过年呢 是必须得有鱼 哎呀我们就说着说着 我们第一个符字就剪完了 我先自我欣赏一下 哎呀剪得还不错 剪得还不错 还要抠啊 哎呀 你给他写个符 哎呀不行就剪不了 我这已经这样了 然后还会干什么呢 啊春联 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写一个春联 像中国还有这个 比如说过年要吃饺子 北方吃饺子 南方吃汤圆 然后大家吃饺子 喜欢吃什么鲜呢 我喜欢吃 中国鲜的 然后呢